我叫袁广卫 我来自山东合泽 现在在长春 就读于长春共华学院 一名大三的 播音与主食艺术专业的学生 今天呢来到我们 非你莫属栏目组 求职的职业是 新媒体行业 谢谢大家 欢迎你 广卫 大三 对 当时是怎么想到 报考播音与主食艺术专业 因为当时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 参加一些朗诵比赛 还有一些主持人的比赛 所以说我就 在通过高二的时候 有幸接触到 播音与主持专业这个行业 然后就 而且还通过这个行业呢 能够考取大学 然后就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播音与主持 怎么总结自己呢 对我自己一句话总结 就是永远不怕失败 永远不怕失败 对 非常好的心态 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你的发声 我觉得部位没有问题 我能看得出来 刚才这段自我介绍 他还用了隔肌弹发 隔肌弹发就是人体内 这有一个 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隔肌在哪儿 来 考察一下 你们的专业知识 隔肌好像是从我们的丹田 是属于丹田吗 问你呀 这解放不许好 可能是属于我们丹田 用丹田发声 在我们肚脐下的三指 三指的部位 并不是这样的 在我们体内啊 有一个部位啊 就是它有一层我们叫隔膜 叫横隔膜 所谓的隔肌弹发 横隔膜 用横隔膜的收缩 然后把你的气息向胸腔挤压 然后利用你的胸腔头腔共鸣 如果你条件好的话 可以三腔共鸣 什么叫三腔呢 头腔 胸腔和腹腔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 进行隔肌弹发 有的时候练声也是用隔肌弹发的 嘿 对 对吧 然后通过挤压 把这个气息发出来 他刚才用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你对于这个理念的理解 还不到位 还稍微差一点 不到位 不过没关系 今天反正来也不是找主持人的这个工作 是 是吗 是找主持人的工作吗 我是寻找新媒体行业 这个领域的 新媒体领域的 对 有什么指向吗 编辑 比如说 这一方面的话 相对来说我是大学学的部位主持 因为在大学期间的我们课程上 有从拍摄 采访 剪辑 制作 以及后期配音 整个的流程都有接触 所以说 比较是新媒体领域的 我都乐于进行走进去 融入它们去学习 总结一下 你在校期间 是什么一种状态 在学校当中呢 从我大一的时候开始呢 就是 可能说我自己 就是非常在意的 就是我在外面的实践活动 因为我知道就是 纸上得来终觉险 觉知此事要功行 实践它才是我们检验 我们学习理论知识的 一个唯一的标准 在大学期间 我一边学习我们科学文化知识 而且在外面呢 也是从大一的时候 开始接触到 试耳口才培训 因为我觉得 从试耳口才培训这一方面呢 无形当中 对我专业的提升 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在大一的时候 也有这个 播音主持艺考的代考工作呀 还有他们的一个 新闻方向的一个授课工作 所以说我 从大一的时候开始 不断地去社会的实践 通过这些实践 来不断地积累我自己 让我自己提升 我的一些经验 还有一些阅历 你是一八年入学的 对对对 那你现在还没有毕业 现在大三 对 现在来到我们这儿 那就等于找一个 实习的岗位 对对 你有期望的 这个意向企业吗 就是我们的任一鸣老师的 人设拍 是你的意向企业 好 你期望的薪酬是多少 实习岗位的薪酬 希望薪酬在6000加以上就行 6k加以上 对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工作地点在北方 多北 对 山东以北就好 山东以北就好 好 既然是学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的学生 咱们来个现场的模拟主持怎么样 给你注意到什么题呢 手卡请拿好 来 站到这里 怎么非你莫属 这就换主持人了 现在我是真正的非你莫属主持人了 对 然后我一会儿模拟 我从这几个台阶上走下来 我跟大家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你作为非你莫属的主持人 你简单地跟我进行一下交流 开场了一小段采访 你现在就是非你莫属的主持人了 好 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呗 是吧 我也第一次 是吧 我也第一次玩角色扮演 我跟你讲 我这边就差一个红灯 音乐也配上 音乐 对 音乐也配上 有请下一位 让我们一起用掌声 有请下一位求职者 别动 别动 我们走到这个舞台上的这位选手呢 叫大卫 从我们他的外形当中呢 从他的长相就可以看出了 非常优秀的一个求职者 让我们一起用掌声鼓励一下他 来 可以简单地向大家展示一下自我 介绍一下自己 好 那个 各位企业家 好 人力资源专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叫李大卫 我曾经是天津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 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我想找一份主持人的这个岗位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表现吧 就是更多地发现我身上的一些优点 谢谢大家 从我们大卫这位选手的语言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 他的表现表达的方式特别真诚 特别地真诚 主持人 导演说 我说完是我介绍 你应该跟我要这个 这个刚才你也没给我 对不起 主持人 主持人 刚才他上来就摸鼻子 怎么回事 你不问问他 是不是鼻子有毛病啊 他那个可能是眼睛 那个眼睛下滑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的呢 你是他吗 除了现场当中 是我离他最近 所以说刚才他这个摸眼睛的 这动作被我给捕捉到了 你怎么知道他是眼睛有问题呢 你这样的话你替选手回答 你是不是过于武断 而且我觉得选手有一点 他明明是工作多年的还这么智能 他是不是不是这个人吧 走错人了吗 顺序是不是向错了 我能解释一下 回应一下吗 可以 谢谢各位企业家对我的关心 我先解释一下 我以前不这样 然后我主持了一档职场招聘累积 然后在才艺展示的环节 我配合演出的时候 就不小心从舞台上就摔下去 然后我康复以后 我就不能够承担这份工作了 然后我也 就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 但是我很感谢节目组 给我这个机会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主持人 看到了没有 你猜错了 你觉得你这样对选手负责吗 因为刚才我看到他紧张 所以说我想用我这个身份 然后把他给带一下 但是我们觉得你比他还紧张 你们太欺负主持人了 因为可能说我只能 来 我们先给 我们先给广位一点掌声 非常好 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挺好的 他后来的时候没有自信了 然后其实大卫站到这的时候 他像一个他很镇定 然后他的那个气场 他能够把这个台子给镇住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这你可能要向大卫老师来学习的 就很多的问题你不知道的时候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没有必要非要去做解释 这一点的话 以后在职场当中 也要去改掉这个小毛病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其实也怪我 给人家求职者设了一个 这么难的题 可能他自己都没想到 确实我没有想到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全新的尝试 对 全新的尝试 没关系 这个只是对你主持这块 你现有技能的一个考察 这才第一环节 而且你今天来找的是 新媒体运营 对吧 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你今天来找的是一份 这个新媒体方向的实习岗位 对 那你有在这个实习岗位 工作的经历吗 对 有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 在大三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在我们长春那边 进了一个融媒体中心 在这个融媒体中心呢 我刚好进入到了 是新媒体这个部门 从策划 采访 拍摄 剪辑 后期的配音 以及公众号的运营制作 还有抖音 快手等等 这些短视频都有参与 那广卫我问你一下 其实你的形象 声音 还有专业看起来也都挺好的 谢谢老师 在那个播音主持的方向 你为什么突然要转到 新媒体运营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 可能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它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播音 另一个是主持 主持对我来说就是 我从大二的时候 开始接触到商演主持 它可能就是给我的 印象就是挣钱多 但是不稳定 播音员 就是如果说我要是 去电视台实习的话 我已经体验过了 但是我想去体验一下 更新的一个东西 让我去对一个新的东西 去求职 探职 换一个岗位 如果企业家们 第一环节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就直接 根据我们刚才求职者 远广位的表现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祝贺你广位 第一环节的最后 台上有九盏灯为你留下 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 今天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一说到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 大家肯定会觉得多才多艺 反正我在校期间 在这方面岔着 才艺比较少 今天你在这个环节 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 那我来一段相声 我可跟你说 我可捧不了 莽撞人 你就单口吧 你是巴善平的其中一段 对 莽撞人 行 来接下来欣赏我们求职者 袁广位带来的一段相声 灌口表演 请欣赏 后汉三国年间 有一位莽撞人 自桃园三结役以来 大爷姓刘明辈自玄德 家住大树楼桑 二帝姓关明宇自云长 家住山西蒲州谢良县 三帝姓张明飞自义德 家住卓州范阳郡 后续四帝姓赵明云自子龙 家住镇定府 长山县波战波胜 后封为长盛将军 紫杰阴长板颇前一场熬战 那赵云是单枪匹马闯进曹营 砍倒大都两杆 多说三条 马落悬坑是堪堪费命 张飞赶到 高校四弟 不必惊慌 某家在此 了也无妨 让过赵云人马 曹嫂赶到 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 立于桥头之上 盲问身边夏侯敦 这黑脸大汉 他是何人 夏侯敦眼道 此乃赵飞 姓张明飞自义德 百万军中取上将手 即如探囊取物 樊掌观文 今日一见 果然英勇 来啊 撤去某家的轻裸散盖 观一观 这莽撞人的武艺如何 轻裸散盖撤下 弹剑张飞 抱头还眼 面如韧铁 黑中头亮亮中头盔 额下扎里啥啥 一副黑杆燃 油中钢针 恰似铁线 头戴并铁盔 二龙豆宝珠珠银飘洒 上嵌宝 轮裸散盖 花冠鱼长 身披索萨一连环甲 内衬脏楼袍 却下马万里烟云兽 收拾赵霸生毛 立于敲头之上 咬牙切齿 垂胸泛奋 大骂草草天真 对 今由你家张三一三四而等 或咕或战或进或退 咕出不咕不战不进不退 不争不动 而乃彼腹之位 大鹤一声 操平虎退 大鹤两声 顺水横流 大鹤三声 把这荡羊桥喝断 后人有失赞成约 长板破线 旧赵云喝退 操扫不外军 性伤名非自已得 万古流芳 莽撞人 谢谢大家 他这个是相声 八扇屏里边的一段 一段灌口 对 但是呢 我感觉你平时呢 不怎么太听相声 听得不多 对 所以呢 就是你这个 我们讲那个咬字 就是咬字不清晰 我跟叶苑的观点不太相同 我觉得他咬字倒没问题 但是呢 这个灌口呢 就是你恰恰咬的 稍微有点死 对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灌口这东西啊 你也要根据大家的反应 去找心理节奏 你看有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在说这段的时候 他就会 在曹操那段话前头 他会加一个语气 呼呼呀 然后 乘个一二三秒 给大家一个新书 被他吊起来 呦 曹操这什么意思 曹操要说什么 当大家的这个兴趣 被吊起来的时候 你再唐唐唐唐唐唐的输出 我也是非专业 我也不是说像上的 一点不成熟的建议 咱们共勉 共同分享 好 来 接下来进入到 第二环节当中的 职场情商课 一起来考察一下 我们袁广卫的职场情商 你和同事一起搭档工作 你表现得很努力 但是领导经常只让同事 去做汇报 不让你去 你会怎么办 每一个人所可能说 对于一个工作的 一个汇报的一个能力啊 或者是他讲述的能力 不一样 如果说他那个人 他的讲述能力啊 还有他的概括能力 比我强 我根本就不会去考虑太多 其实从企业角度来讲啊 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 是极 极高的 然后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经验 是这样的 领导有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 哪个下属做得好 然后他可能真的会 不知道你所做的贡献 在这个时候 领导不去找你汇报的时候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要找到一些机会 去给领导做一些汇报 和主动积极的沟通 我觉得广为他的回答 是让我感觉到他很正 应该是就是大学生里面 你看他的实习 他的工作 态度都是很端正的 对 这一点我感受到了 然后呢 从你的情商本身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不会太差 因为你是挺适合 在组织内去做事情的人 嗯 能够去敢于多付出 然后呢 舍得 我刚才其实非常想问 就是你所理解的 新媒体方向 以及结合你以往的 这个实习经历 你觉得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相对比较窄重的方向 嗯 最擅长的话可能说 因为我学的是微音主持 嗯 配音方面 可能是我最擅长的 但是对于剪辑上 是我们专业必须要求的 这是剪辑也必须得熟练地掌握 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构思策划 第二环节到这里 如果我们各位留灯的企业家 没有其他要问的问题 那么就请各位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广位 郭兰和任一鸣都为你留下了灯 直接进入到你的第三环节 谈前不伤感情 来 我们先从任一鸣这边开始 因为你是原广位的这个异项企业 我刚才看到了整个广位的这个表现 我还蛮满意的 我觉得还蛮符合我们企业的 正好我也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我也愿意出到这个6000家的薪资 满足你的需求 好吧 谢谢 工作地点呢 北京 就是新媒体运营 就是新媒体运营 好 过来 我给的岗位也是新媒体运营的 实习生的岗位 因为我们公司那个 本科的实习生的薪资就是4000元 都是一样的 来 广位 他们二位你可以分别问一个 你最关心的问题 先从哪边开始都行 先从这边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 我们新媒体的一个项目 我自己认为我已经很努力了 特别努力了 我已经做到最好了 但是您不满意 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一定会跟你亲自谈 因为我要求还是蛮高的 首先如果说你很满意了 不见得代表公司就会很满意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可以在 我会带我所有的员工 都会亲自告诉他 你在哪个地方可以去提升 但是我不会打击你 谢谢老师 来 国兰这边 就不用问了吧 不问了 放弃这个提问的机会 好 接下来呢 在人设拍和金山云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一并拒绝 说一声 谢谢 再见 开始考虑 我选择人设拍 谢谢 祝贺袁广卫 也祝贺任一鸣 感谢国兰 来 和企业家握个手吧 感谢国兰 感谢国兰